林嘉隆他是变成大嘴巴了吗 因为真的有人就觉得说 可能是因为 现在你看到绿媒有报道 赖清德过境美国规划中 林嘉隆说将出访帮交国 落实双方合作项目 那这个林嘉隆是这样讲的 因为昨天他跟媒体有个参序 查序 结果就说 现在其实有在规划形成 那当然呢 他的讲法 他有说正在规划要过境美国 有吗 没有 他的讲法是 今年是美国选举年 所以会了解怎么样达到 元首出访的目标 但又不会引起没必要的反应 这些都还在评估规划跟协调中 那当然大家就会解读 就说你这个就是在规境 要过境的规划 过境到美国的规划 外交部副发言人 就我今天就赶快说了 说有关总统出访 事宜仍在规划阶段 出访的地点时间也还没定案 巡礼 外交部会把相关的规划送成 总统府移工参考 后续如果定案 也是总统府来对外说明 你觉得呢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现在的邦交国是确实少很多 现在只剩了十二个邦交国 那教廷不算吧 那你单独去跑非洲这么远的 这个十碗地零 大概只访问一个国家 也没办法过境太多 过境这个我们想要过境的国家也很难 所以现在还能过境美国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就不必想嘛 就没办法过境的 那太平洋现在剩三个岛国 那你也没办法过境美国 真的是讲真话 我们过去看都是专门访问 澳洲离那么近 澳洲也不会让我们过境 所以就是加勒比海 跟中南美的邦交国 那剩下这七个邦交国里头 通常你要有一些正当理由会去 譬如他们的选举完总统就任 我觉得这个可以 可是瓜地马拉跟巴拉圭 去年才选的 那贝里斯要明年才选 他们的国会大选 那就剩下三圣 三个小的圣 他们也都是明后年才会选的 最晚到2026年选 所以大概也没有新的变化 那唯一的就是现在 你说去海地吗 去海地吗 海地现在很乱 海地现在那个帮派领袖 等于是在控制这个首都了 你对不起 他的外号叫BBQ 你不要去了 被BBQ掉 那这个更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真的没有合适的 那我这个也 为什么我要提出来 因为我们很多绿营的年轻朋友说 我们的邦交国不重要 只会跟我们要钱 我们就要发展 跟非邦交国的关系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你现在邦交国 越来越少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根本无法 过境美国 因为你要找到合适的理由 去帮交国 对 那而且不能只去一个吧 如果以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身份 这么重要的一个全球 这个半导体供应链 这么重要的 如果去访问一个 譬如说圣克里斯多福 我觉得这个国家也很好 但是专程去访问这么小的一个 你总要三个一起访问 那我觉得唯一现在有可能 就是你这三个一次一起去 海地我觉得你不要去 真的会可能被BBQ 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其实上次我想请问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林嘉隆 既然这样说了 但是外交部的副发言人 马上第二天 你看到那个说法就不同了 对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其实是你太大嘴巴了 还是说其实现在他们真的是 有在偷偷的安排 准备要过境美国 要来这么一个行程 因为我今天刚好 我在中午的时候 听了ICRT News 结果他们里面就是直接的 就把林嘉隆的说法 完完全全的把它讲出来 并没有提到外交部 后来在今天的否认 这个林嘉隆 这个时代应该是跟记者 这个往来的时候 林嘉隆跟媒体的关系 其实是比较好 但是他在拿捏那个份计算 因为他毕竟不是 外交体系出身 所以我当时在看到这个 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 有点这个诡异 你都知道这种东西是见光死 不要说是记者 我们作为记者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他真的有在规划的时候 我想你不是就提醒北京 现在要把所有 未来赖清德要去的路子 全部封住了吗 想尽办法都要封住了 不是吗 而且要知道赖清德520之后 那种所谓的国际的台湾 也就是赖清德的国际出访 可跟蔡英文的国际出访 对于北京来说意义不一样 他们要出的力气阻止你 或羞辱你可能是八百倍 所以林嘉隆不是就见光死吗 所以在当时我就觉得 他是不是这个sense 有点怪怪的 根本没sense才可以这样吧 而且就是说 而且林嘉隆还不止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题 就是说他还提到了 跟他谈到国防供应链 我在想过去吴钊燮 不是我们在骂他就好 你一个外交部长 好好谈你的外交 你什么东西两岸 代替陆委会 你代替国防部 林嘉隆怎么招啊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 现在立法院的记者过去听 吴钊燮什么东西都讲 国防也讲一讲 然后怎么都讲 然后大家在追问林嘉隆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 有一些细致的准确度 如果你不是这个体系的 这个专业度上来讲 可能他的想法要呈现出说 他上任之后林嘉隆 他在这个当中 他们外交部还是努力的 希望来凸显 或者是赖清德希望呈现了 台湾跟国际之间的关系 还在为此努力 所以他稍微表达一件 外交部努力 我认为他的动机是这样 但问题是 外交的敏感跟准确度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专业的sense 我想姚老师就在 就是在交接触这些领域 这个东西的准确的 一言一词的部分的拿捏 包括AIT跟我们讲什么东西 我们对AIT 或我们对国际上讲什么 这个可不是一个你的概念上 要表达你的这个勤奋程度 或者是要给人家好感 或者是要刷好感 不是这个东西 我认为林嘉隆 我个人觉得他这个 这点点上算是失言了 好 不过另外提到的就是 现在这个老师 赖清德他在目前 跟这个美国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到底是不是真的 非常充分的这个信任赖清德了 那你看现在会不会 因为一件事情有所改变 因为有人就讲 AIT他特别把新任的处长 在总统府的致辞呢 把它登出来了以后 那我们明明看到说 这符合美国长久以来的 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 还有六项保证为指导的 一中政策 写是这样写的 可是到了我们看到 辅方的声明却不同 说什么符合美国长久以来 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六项保证为指导的政策 他没有讲一中政策 人家AIT是写一中 可是这边没有了一中 为什么到了辅方的声明 就不一样了呢 那这个代表的是 偷偷改吗 改吗 美国会准许这么做吗 我觉得美国当然不希望 但是美国也知道 这个是专门去戳中共的软热 那这个也是一个 美国最近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跟习近平高峰会 会后的发布的新闻 都是各说各话 互不否认 就是习近平讲说 我美国承诺什么东西 美国根本不提这个 对台湾的保证 美国里头就提 但是美国就说 也不去说 跟大陆讲的这个 没有这句话 他互不否认 但是呢 也互不承认 就是我讲我的 你讲我的 我们就 我现在就说 这是新的各自表述 我觉得他们这个 也在玩这个游戏 也在搞各自表述 美国可以跟大陆传 你看我们 AIT上面讲 讲一个中国政策 对不对 没有改变 那他们那个讲 那个我们有时候管不到 那就 那有没有可能 上次 因为你知道 这个赖清德当时的 这个520演说 其实呢 大家都吓一跳 这个是你之前 给美国看过的稿子吗 然后你现在敢 把它这样讲出来 好 你说肯定美国看过 那所以这个呢 他把这一中政策变不见 难道也是美国默许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我就要看一下古力言 古力言过去做AIT副处长 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 他还是比较严谨一些 跟如果要跟孙小雅比起来 他对台湾跟对亚洲 以及对中国大陆的了解程度 以我们长久以来接触 包括AIT里面的这些人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他表达的东西 他提一中政策 而且最后是归于 万流归宗 归在一中政策 所以这个事情 你可以看到古力言的用词 就是展现他自己 也包括美国当中 跟孙小雅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里头你看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对于总统府这件事情的做法 我认为这就是标准赖清德 他怎么会把一中政策 乖乖的原本照抄呢 虽然没有错了 他们现在都要听美国的 美国说什么或美国要什么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在现在在这么样的 才在讲新两国论 才在讲一个各式各样互不隶属 你现在在总统府自己里头把一中政策讲出来 感觉起来是自己两肋插刀自己插进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尴尬 所以尤其他的词你看 为指导的政策 就是说他也真的有语意不通 你就是硬要把那个一中 那个两个字摘掉 我想这总统府当然也有难言之音 就很可笑也很荒谬啦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 比较觉得注意是 鼓励人的部分AIT的态度 我们接下来跟赖清德之间的关系 肯定不是孙小雅了 我们要观察一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要别erne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ch之后